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2013年的一个专访 这个也是广播电台的专访 这个专访应该是我挖过他最早期的一个专访 我还没有挖过他这么早期的一个电台的专访 我觉得很期待 因为我们之前听的都是比较现在的专访 那当然他回答的所有的问题都会比较顺畅 然后也比较习惯 但是呢这个是2013年的大家都很清楚 那个时候大哥他其实面对镜头 或者是人家访问的过程 他回答都是叽叽咒咒的 他比较保守一些 然后比较不会讲话 然后就是可能比较多用 嗯好 嗯这样都是这样带过去的 好那我也很好奇这个里面专访有什么 比较劲爆的事情 因为我也没听过 我就是看到标的哇这么早 一定非常有趣 好那要听这个专访之前呢 小哥要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大哥本身大概有在一个油管里面 YouTube里面有自己设一个频道 叫做花春雨的工作室 欢迎大家多多去看这个频道 既然大家都这么支持我们大哥的话 那真的是要来这个频道帮他订阅一下 订阅一下 然后他四传里面的专辑的歌曲都有在YouTube上面 可以大家一起去在那边听他的歌曲 支持他一下 那好吧那我们就先来听这个专访 听完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好讲的 OK 可以了 这么多个月的直播比赛完了以后 有冠亚继军三个人来到直播间当中 不是应该非常隆重的有一个开场的意思吗 怎么就突鹿了呢 此之间就 我这可去单身到了 哦嘉宾有三个人 这个就是一样 之前那个DJ小钱 他们三个人现在还对直播间充满好奇 欧豪在玩这个麦克风 然后花春雨刚刚不知道坐哪 然后这个邰举刚就瞇着小眼睛看着我 对 来在这边好好的欢迎一下 2013快乐男生 冠亚继军 三位 哈喽 欢迎欢迎欢迎 哈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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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一个一个的按照 按照年龄大小吧 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年龄最大 华华 好我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春雨 我是华春雨 好了 好 说几遍 我们是个大 谁跟你一个family啊 关键是三位第一次来到Muse Radio音乐师们直播间当中来作为歌手的身份 接受DJ的采访 此刻的感觉怎么样 按照年龄大小 老的先说 好 你是欧豪吗 他们都听不懂 但有两个人能听 所以说在直播过程当中 三个人一起上节目的经验看来的话呢 白举刚是属于比较漏点型的是吧 漏点 就是有点你就漏嘛 对吧 有点你就接嘛 是吧 还是要想三秒再 三秒钟以后 是吧 该漏还是得漏 那其他两位呢 那我看看花花应该就是负责笑 是吧 对 你是卖笑的 是吧 对 好 这都承认了 那个欧豪就怎么样 是负责 看你这个很酷的样子 是搭认的 是搭认还是打手 搭认 搭认 好 在这边要好好地问候一下三位 因为我觉得 说实话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我就跟银子说 说实话 这三个人 我挺可怜他们的 因为其实从海选 然后到之后开始直播比赛 一直到今天 应该就是 你们是不是曾经有一秒钟幻想过 比赛完了以后 结果出来了以后 你们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 曾经 是吧 是吧 但是没想到 就是接下来工作比比赛还蛮重 就是一秒钟没有休息过 休息了 休息了 休息了吗 一秒有还是有 太讨厌了 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怕 他特别直白的 按照你的思路来回答问题 我想问 我其实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 想问你们三位 就是比赛直播 其实我知道 你们每一周强度很大 基本上这一周比赛完了 马上就要开始准备 下一周的表演 选歌这样的 到目前为止 这么多场的比赛 你们有在电视上 看过自己的演出吗 就回放的时候 录像的时候 你们当时比赛的状况 你们自己看过吗 看花花 他全程翻白眼 然后就张个嘴巴 好像是看了 也好像是没看 我觉得华春雨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没有 对那你哪场看完自己的比赛以后 觉得印象 自己给自己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 正面反面都可以 我每一场都挺深刻的 都挺深刻的吗 后面就没看了 后面决赛 后面两三场都没看了 就不看了是吧 那你应该去看一下 真的 真的吗 对 因为后面几场的时候 只要有你出现的时候 你的左后方或者右后方 就会有余田的脸 你真的应该去看一下 我都 我不知道导播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摄像老师是怎么了 余田的脸 他就像背后灵一样 那就是他的站位一直在他附近 我觉得是导演也安排好了这样的站位 导演那个摄像也安排好了这样的摄像角度 就有一种我对他的唱歌的感觉 他也在凝望着你 因为我觉得是摄像老师hold住全场 他了解所有的内幕 所有的东西 对 真的 我觉得这一届的摄像特别的花心思 用功夫那种的 还是有目的的 我都觉得鬼打墙 你知道吗 对 就是华晨宇不管在领奖的时候 还是在讲话的时候 在被点评的时候 唱歌的时候 前后左右永远有一个虚焦的 余田的脸在这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白先听华晨宇的歌 好吗 好 就是这个我和我 我和我 我和我这首歌在合集当中 然后呢 欢迎各位 如果对于今年的这三位 灌亚鸡君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有什么样的好奇的话 能可以登陆新浪微博 搜索DJ小强和DJ银子来留言 非常乐意帮各位来转达一些问题 我们先听歌 你们三位先回回神 好吧 谁干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喊的 花花 华晨宇 你这样 是录进去了吗 什么录进去了 直播全国都听到了 录进去了 对啊 你在耳帆里能听到自己声音 就说明已经传出去了 吓死我了 而且他那个点真的是 就史无前例 有人在那个地方 你这样我要惩罚你 刚才那时候我和我 你感觉怎么样 我气死我了你 不过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都开始比赛完了以后嘛 开始很惴惴不安的想之后自己的唱片会长什么样子 包括之后11月2号就要这个开始的巡演演唱会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子 好 这跟比赛应该就是完全不同了 因为说实话 接下来就是 真枪实弹的 跟大家来进行演出 面对面的 你要知道到时候每一个到现场来听你们唱歌的 大哥的话特别少 基本上都没听到他讲 之后他们要花钱来买你们的专辑 这个时候可能唱歌会变得变成另外一件事情 花花你想过这件事吗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一个 有很浓的商业味道的事情 不会啊 怎么不会呢 人家花一两千块钱买票进来看你唱歌 那我还是在唱歌呀 你是在唱歌但你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完全是 就是单纯的我高兴怎么唱就怎么唱 你要对消费者负责 可是我不高兴的话他们也会不高兴啊 对呀 所以你就一定要高兴 那我还是会高兴的唱歌 就你可以保证你永远会高兴的在舞台上唱歌 当然 那你怎么一唱歌的时候这么不高兴 没有啊 你唱歌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啊 放空 这和现在是一个状态吗 就是很 他现在怎么放空 我现在没有放空 眼神很迷茫 很自由这样的是吗 对很自由的一个状态的唱歌 随心所欲的那种 随心所欲的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特别好的 就希望你可以保持这样的一种 只要我上台演出 我就是一种很开心的 很正面的一种状态 对吧 对 就你不会把台下的情绪带到舞台上来 对 台下没有情绪 我希望一两年以后 你再来到这个直播间 还能这个样子 如果他可以一直做一个没情绪的人 我觉得 这个也挺屌的 特别难 好吧 最后一个关于你的问题 是一个听众问的 就是他说你的壁虎还在身边吗 壁虎啊 在城堡 你真的在城堡里养了一只壁虎啊 那现在谁照顾他 那个城堡不是已经废弃了吗 应该饿死了吧 我好像把他给放了 放了 就等于比赛的时候陪你了几天 对 我都走了 他也走吧 你有为下一届的选手考虑过吗 下一届 下一届选手进了那个城堡以后 他就长大了 就被这巨型蜥蜴给吞了 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人养宠物的 对啊 他也是放空着想 我走了 你也走 好没有情意啊 好 今天直播间的这个聊天花花片 我们先放到这边 你可以继续保持这个情绪 想想你这样对待宠物是正确的吧 真的是 好好 不过要跟你们三位普及一下 现代人的生活 因为你们的手机 电脑 摄像头 这些非常便利的设施 其实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几乎都是在24小时的各种监控之下来生活的 对 都是没有秘密和隐私的 想过 想过这个问题吗 小白天好忧郁啊 但起码 起码就是会有私人时间 完全是自己能知道的 应该声音这个是 所欲自己的那个时间 都是气宜 在城堡市 人家睡觉都要 被被拍 其实 谁的睡姿是最可怕的 睡相是最可怕的 花花吧 我吗 他还好 他被子都蒙在脸上 我觉得他应该张着嘴睡觉的那种 然后壁虎就爬进去 他里面坐个窝 交朋友 小白你睡相怎么样 有非常可怕的那种 流到网上去的吗 就他们把我睡觉的姿势 做成了GIF状态 就像梦游一样 就这早上 早上还没醒的时候 然后他那里已经开了 然后我的脚就板 东放西放 动作到处的事 然后我喜欢把衣服裤子脱完了睡 然后但我盖了有被子 但早上我不注意我没醒 然后不小心就露出来 然后以为就 小白经常干这种事 然后有一次凌晨两三点 我以为他已经关掉了 然后结果他没有关掉 我就在镜子前面 有两个摄像头 我就在镜子前面 先把衣服脱掉 然后再看了一下 然后把裤子再脱掉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 我的天呐 你们没有很生气这一点吗 为什么要拍我们的 这么隐私的东西 其实当时有一点 后面也还好 你生气是因为自己身体 没有练得够好看 没有 那个时候刚好有一点点 记得出来 还可以是吧 银子 赶紧上微博上搜一下 那个小白各种露点的照片 gif什么 我还没看过呢 是吧 如果不让我搜的话 大家提供一下就好了 我相信粉丝的力量 爱说我们一下 对啊 好 一边听歌一边来看 嘿哥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我是小江 我是银子 今天在周五的时候 做客直播间 我们来欢迎2013快男三强 欢迎各位 耶 耶 check 花花原来是嘻哈挂的 好 换一下 然后其实 上面会有很多 编排的表演 还有可以看到就是 快乐男生这个大家厅 然后很多的人在一起表演 然后一起玩 希望到时候可以见到 就是喜欢快乐男生 这个大家厅的 粉丝朋友们 11月2号 工人体育馆 耶 check 哇 好帅啊 原来花花是那种很腹黑形的 他特别适合去电视台领长 领长是什么 领长 领长就是春晚的时候 赵本山上来说一句话 哎呀 各位观众朋友 好 好 对 各位观众 我想死你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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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挺熟的吧 我挺喜欢粉丝 挺喜欢粉丝 我挺喜欢 为什么 因为你们俩眼睛很像 我老想你们了 你们想我了 想 他说是我想死你们了 你说了哪国口音 这三孩子明显不是取义惯的 好好唱歌 坚持你们在这个当中 营造出来的一种气质 这是很重要的 白玉刚 有什么要替其他小伙伴 带来的话吗 三秒了 三秒 二 一 大家都很棒 对 大家都很棒 看面营营的话 大家 大家都是男的 大家都很厉害 然后 然后十月二日 我们在 北京中原体育馆 有歌表演 你要重播 欧豪的话吗 大家的歌都很好 然后 他们以后 都会有自己 很好的歌 对 希望大家支持 所有人 都 我跟你讲 直播间的三个人 欧豪跟花花 就属于已经 就学业结束了 然后进入 社会 这个还在大学 就说明有念书跟没有念书 就是有区别 我也在上大学 你还没毕业是吧 大四 但你比较 大四是实习阶段 大四的诗歌 就不要再跟实地争 好的 今天呢 我们这个小时 还有最后一节的直播 那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也是我们老听众会觉得 就是挺挺难得的 因为我们周五的时候 一般是新的榜单的揭晓 但今天呢 我们第一个小时 特别把它拿给这三个 整天劳累 但是呢 现在应该说 一切都会觉得 非常的新鲜 感觉的 这样三个年轻人 今年的快男的前三名 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他们现在 其实刚刚从选手 进入到歌手 艺人这样的身份 对吧 我一直想要笑 听到他的讲话 也知道 那你今天工作是什么安排的吗 谁知道 举手 哎 小白知道 我们约会吧 谁跟你约会呀 哈哈哈哈 没有 就是我和令环宇和小强 我们要去天津 我不去 哈哈哈哈 假顺强 哦 好吧 去天津参加 我们约会吧 的户外招募活动 哦 家宾 对 我们约相亲啊 不是 就当嘉宾 有女生来报名 然后我们就去当嘉宾 你们是去当这个人肉招牌 吸引女生 就把他们吸引来 你们的工作就结束了 然后唱首歌 跟他们互动十几二十分钟 就回来 这么具体 这个流程好细啊 天哪 没有 大概我 可是你们这样不是欺骗人家女生的感情吗 人家来了 报名也是充饮的 咱来的 你们咱又不会去唱那边被人证捉 没有 他上面写了一句话 啊 奇功 传授恋 爱 经验 你们三有个屁经验 全然传授给你们了吧 这主持人好坏啊 你跟宁环宇还有贾胜强是吗 对 跟小小强 你们三个情史谁最丰富 应该是宁环宇 你不要想 我拍的啊 感觉 我想一下 我觉得是贾胜强 真的吗 我不知道 我瞎说的 因为他他练摊的时候不是经常会碰到北眉什么的 但他肯定很会招揽女客户 对 他很会跟女生聊天的 对 但就怕女生有的时候经常是拿她当弟弟啊 对对对 那就是你了吧 我谈了四次恋爱吧 这么具体啊 对 每次就很短 最长四个月 最短六天 这么薄情是因为你们的问题吗 差不多是因为我 因为我天天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没什么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相处 然后他们 他们 就他们是 还得分一三五二四六 那你现在参加完比赛以后 他们还有联系你吗 我一直有联系的是初恋 一直都在联系 对 哦 这个是不该说 这个有没有延时 就像线上直播延时 你还知道延时啊 延时一小时 对 没关系 你想的美 哎 你的初恋人家现在有男朋友吗 有 那你还跟人家联系非常好吗 没有 就 就我们从初二之后就一直 初二你就初恋了 哦 完了 把秘密都说出来了 哎 后面你经纪人为什么站起来了呢 哈哈哈哈 啊 我不错 没关系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初二初恋 这是很正常的 对啊 相反你要说你坐在这 我一次都没有恋爱过 谁信呢 就是的 花花几年级 高 高中 买了 那你们初恋都是你们跟别人表白吗 还是别人向你们表白这样的 嗯 小白是什么 嗯 那个女生初一追我追到初二 哈哈 哎呦 然后你跟人家分了 人家现在有 他跟我说分 他追到你以后就 把你甩了 他使乱中气 是吧 哈哈 哈哈 好 花花呢 他 他跟你表白是吧 嗯 OK 四个月 他们三个人平平的回头看经纪人 不用看了 没关系 因为这些事情呢 没有啊 这是很健康的事情 对啊 OK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清理 而且其实 只是 呃 我觉得很健康 我没问题 没问题啊 而且 没问题啊 而且我负责的告诉你们 这种 很天真浪漫的 开心的谈恋爱的日子 从今天开始 就跟你们 say good bye 然后这么天真浪漫的回答 可能也就这一句 三回最后 跟你们各自的听众粉丝 再讲一句话 花花 最后你说什么 花花 啊 花花 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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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加油 加油 耶 下次见 加油 拜拜 OK 拜拜 拜拜 耶 好了 各位 刚才大家一定有听的 非常有趣的 大哥的一个专访 那里面 你也有混了一些 那个欧豪跟白鸡钢的那个访谈吗 虽然它是下面有提醒说它是有cut掉的哈 但是有些还是可能是为了训唱那个节目的那个连接才不会觉得怪怪的就是 他们还是要把它放进去一些哈 那听完这整个专访啊 觉得真的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哥每一次回答都是嗯啊音哦的 完全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他回答什么哦 那主持人真的是会非常会带带动那个气氛的那个小强哦 上次我分享过他的他的专访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哈 他好像很快就可以知道哦 华星宇大哥他这个个性他要怎么去带他起来哦 他这很厉害哦 我觉得有有经验的一个主持人哦 那他也是很很厉害去玩弄我们大哥哈 让那整个现场那现场的都会觉得很有趣很快乐那样那样子哦 虽然听了我真的很想摇头 很想去撞墙 那个回答真的是可以说句点王就是完全你接不下去下去要怎么接哈 还好这个主持人够厉害就啊 好 就这样就就把他带过去哦 可能那个时候大哥还没有什么经验哦 所以被碰到这种专访的话就只能回答就那个几句去上场那 嗯好 呃呃哦这样就这样过去了哦 那还有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在网牌之前玩那个 拆那个节目的时候他演那个壁虎我可以演的那么像哦 因为那有他之前在快乐男生里面城堡里面养了一只壁虎 所以壁虎的特性他已经很了解了 难怪他演了壁虎也在爬的墙壁爬的那么像哦 好的那这个专访我觉得没什么好久因为真的他回答的太少哦 就做不到他终点 但是就是非常有趣啊知道他2013年跟现在2019年的 哎呦对不起是2020年的改变到底有多大 哇是真的是吓死人啊 不不要说20啊就2017不要说就不要说2020年现在的他好 那2017年他在参加这个专访的时候他就其实改变了非常多 那时候主持人吓到又是不是碰到一个大黑洞结果没有啊 他回答的非常顺畅他已经完全改变了一个人完全脱带换骨了 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去关注大哥的油管YouTube频道 华春宇工作室他里面歌曲都有在里面 四传歌曲全部都在里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听歌的话可以在那边听支持一下我们的华春宇 OK那影片介绍分享到这边拜拜